謝謝佳華 那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那我們其實最後還是要給各位 有一些可以發演的 一個空間 不知道是不是先請三位羽團人 可不可以先到前面這邊來 我想說我們 開放一輪的問題就好 大概不一定是要問問題 你也可以講一些你的想法 大概三位好不好 然後因為我們麥克風在比較前面 所以就在後面有點可能要到前面 三位 好不好 有沒有 好一位 還有 再兩位好不好 有沒有 這麼客氣 還是很沉重 暫時又不知道怎麼辦 或是 攤攤你的想法也沒有問題 好 那先一位 我想回一下開頭的說話 就是死刑跟被害者家屬 為什麼這個東西是要綁在一起的看 那 既然我們都覺得死刑跟被害者家屬 或許 我也認同 就是死刑跟被害者家屬的公道 那為什麼 我們要追死刑 因為我覺得這東西 其實好像 是有 一定要被連在一起的 為什麼 或者是 我想問Face聯盟 為什麼他們想要往 Face的方向 你要問Face聯盟 還是要問前面三位 Face就是 不一樣喔 不知道你知道這個方向 為什麼要往Face的方向走 不是往 被害者標準的方向走 給他們推長一個合理的 為什麼是要推Face 為什麼要推Face 或是做被害者 我可以直接回答 我剛剛講 我剛剛一開始有講 就是說 為什麼要做Face 而不做被害人保護 其實我要反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 不管我們有沒有Face 是不是被害人保護 都應該要做 對啊 那如果說 不管有沒有Face 被害人保護 都應該要做 那為什麼我們要先問說 為什麼要 不做被害人保護 要做Face 因為你其實 不管有沒有Face 你不要做被害人保護 那只不過因為我們認為說 比較好的被害人保護說 應該是說 更全面來檢視我們目前的體制 制度的問題 而不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了 目前的被害人保護制度 似乎 很簡單的 用了一顆子彈 給被害人家屬一個膠帶 可是其他後續的包含 比如說 心理上的 呃 經濟上的 生活上的這些 輔助 或者是輔導 資商等 這些機制 其實政府並沒有做一個更完整的建制 所以 不管 是不是你支持要廢除事情 或不廢除事情 我們是不是都應該要 來監督我們這個政府 來做這些事情 把被害人保護工作做好 這是我們的想法 所以我認為說 廢除事情跟被害人保護 它其實 並沒有 是衝突的 它不是對立面 但是我就是 好像沒有看到有在推這種 至少 哦 你是說 貝斯聯盟要來推這個東西嗎 還是說 應該法務部要來推被害人保護 不是啦 這有點 我也不知道該是誰出來講 誰出來講 就是這個貝斯 我是沒有看 好 那個 對不起 我剛剛沒有來得及把話講完 法務部有在做 有在做 但是 我其實有跟法務部有一些接觸 但是 我必須老實跟大家說 台灣法務部 目前的成效非常有限 那有很多原因吧 一個是 社會上的關注不夠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 資源真的很有限 因為國家性能力不夠重視 但是 保護其實真的有在做 但是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想像 其實像包括 我不知道 德國一個組織叫白環 Wine Ring 他也是做犯罪被害人保護 他大部分是義工性質 然後 義工就是你對這些東西很多 你是有熱忠 可是台灣的犯罪被害人保護 很多 很多義工 是什麼人呢 是 退休的老師 他們沒有專業訓練 然後還有一些是什麼 自己就是犯罪被害人家屬 那他們去做關懷的時候 他們不是有益的 他們也很熱心 可是他們很容易發生什麼狀況 就是 如果是有專業的義工 他可能就是去聽 然後了解你的需求 練習 你看到台灣的義工 他可能會是什麼狀況 可能就會是 他也是犯罪被害人家屬 所以他聽到別的案件的時候 他就會說 對對對 我也是這樣 我相信應該也是 對不對 不然就是 那些退休的老師 他們很熱心 他去他也不知道要幹嘛 所以他就是帶這些犯罪被害人家屬 他們一起包水 腳能爬山 你知道嗎 就是 我們在這方面的專業訓練 跟投入確實不夠 可是有在做 但是你說 要不要 要不要 這好像不是廢止人工的責任 那為什麼我要 我一直覺得 犯罪被害人家屬 這塊很重要 保護怎麼樣 是因為在我開會的經驗裡面 我後來發現 其實 我曾經以為 死刑可以做到的事情 後來死刑都做不到 可是 要滿足這些事情 只有一天天可以做到 就是我們 落實犯罪被害人的制度 這些事情 所以我的理想是 我的想像是 如果有一天台灣真的能夠落實 犯罪被害人保護的制度的時候 那天我們再來談死刑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 其實我們不需要死刑 我問可以稍微問一下 保護真的有在做 大家有沒有聽過 所謂的修復式爭議 我覺得那個幾年前 那個 保護在推那個時候 為什麼會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是因為日本 他有一部 那個偶像劇叫做愛與潘 我記得是道勝權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找找看 然後呢 這個東西就變成監獄裡面的教材 然後影片最原始是什麼 就是兩本漫畫叫做愛 然後它裡面就是在講述說 一個國小的孩子死亡 然後兩個家庭 加害者跟被害者之間 有多大的絕材 好了 保護就把這個東西 他希望就是推所謂的 加害者與被害者和解 利益良善 可是你知道經理裡面怎麼做嗎 教委師就跟這個 壽星人講說 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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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被害者 打不死 很多人願意寫 為什麼 為了成效 我們台灣的制度使用所謂的野進主義條例 他們是要拿積分的 積分不好拿 大部分人都願意寫 後來有一個網友就跟我講說 我不寫 我說為什麼 他說我當年是綁架自己朋友的孩子 因為我要討債 那個孩子當年只有八歲 現在經過了那個什麼八年了 那個孩子還未成年 可是我今天如果寫去 他沒有準備好 讓我怎麼辦 讓他怎麼辦 但 實務上的出招 那個什麼 那個操作就非常出招 所以他就講說 我今天還是正式的人 可是你就想想他 今天要是一個性侵的案子 隨便寫一寫 我相信那個被害者就馬上搬家去了 後來我把這個事情拿出來跟 宜蘭地院的那個 關護人講 他整個傻眼 他整個整個整個高 他真的有在做 有一點點 我們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這裡一問 再一問 我們那個培德監獄的護理師 有沒有想要回憶一些事情 這個你剛剛聽的 好 這個稱呼 我們剛剛分享的 今天晚上的深度的這個分享 因為我從高雄來 我們現在要搭高鐵的高雄 所以我一定要講到 那我是一個教書人 各位小時候大概都被提刮過 對不對 被除刮 一直練習練不好 還要被除刮 還是真除刮 是很慘的事情 當然我想 死刑跟提刮除刮不太一樣 剛剛這個紀錄片的拍攝主說 如果自己的家屬碰到這個事情 你會怎麼處理 我會覺得 台灣在社會上 我們不講太多 比如說這樣 林義雄先生 他們家老母親 她兩個雙胞胎 實在是可愛到要命的 這個誰很要命 她知道兇手是誰嗎 陳倫正先生的兇手是誰嗎 所以有時候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 從心靈上得到一點支持 白冰冰的小姐的案子 我也很關注 因為我從教育 就是有一個紀伯倫 她誰首詩啊 說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她是對自己生命的渴望而來 我覺得白冰冰一直沒有辦法走出來 是因為她認為那個女兒就是她生出來的很等 我知道這個也是一種自然的現象 那我想今天晚上的分享 其實我有看過高雄女子監獄 我第一眼看到的是說 這是人不應該建議錯 他們真的變慈心善 我馬上因為我在學校處理事情 我就說 其實外面的人應該進來 裡面的人應該出去 所以 我的鄰居是法官 我跟他講 我說 他說法律好像不是保護好的 他說對啊 法律是保護 懂得法律的人 我聽起來就傻眼 所以有時候 我們 在這種 複雜的世界裡面 那我們可以從 費死人盟去學到很多東西 我們要真的也要學會一些 防衛的能力 那防衛的能力當然就是 有太多意義要講 感謝大家 晚安 好 謝謝大家 其實 剛剛提到這個 不管是陳文誠 或是林毅雄先生這些案子 其實我們都應該深刻反省到說 台灣的 其實我們台灣廢除事情 還有跟一些議題 有很重大的一些關聯 也就是我們轉型正義的問題 其實在我們在台灣司法上 一直沒有完成很好的轉型正義 那這個東西也值得說 我們繼續持續去關注跟討論 有沒有想要 這裡有一位 需要嗎 好 來來來來 讓他先講 就我剛剛 覺得 我剛才覺得 怎麼說 我其實心裡有點 其實要講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多 我剛才講的時候 我腦裡真的閃過太多畫面 所以其實我反而要講的時候 我就覺得 那我大概講哪個部分 我覺得其實一直都心有氣體耶 可是我其實在想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 其實我剛開始進去那個地方上班的時候 我非常的不習慣 因為我覺得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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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那個主管 他剛才說的 他說其實那個病人 那個獸型人 他就是明明非常的不舒服 可是如果他因為太多的次數 我反覆一直按鈴或叫救護 的話 他被送來的時候就會被罵 你知道嗎 大家就會說 假的假的假的 什麼之類的這樣子 然後 那當然是不是假的 這個部分 當然是交由我們這種 我們的醫療專業來判斷說 這個是不是假的 我覺得絕對不是有主管 在介護上面 跟管理的制度上面 來決定說 這個病人到底是不是假的 或這個獸型人 到底是不是假的 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我們在跟介護科之中 就會一直有非常非常多的討論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你把一個醫療的專業 擺在一個界 擺在一個法務部裡面 原本他就是一個很自相矛盾的事情 那我感覺就是好像 法務部他 他是一個 我去人家找我家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在聽房東的 我會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的病人 比如說你現在跟我說 你心腳痛好了 你光是要按那個點 開到那個門 然後再送來這裡 然後說 這不行喔 這要趕快換衣喔 然後救救護車 然後再出去 然後再到那個 我們的那個什麼 中國醫藥大學護社醫院去 可能都要一個小時以上 所以你懂嗎 就是你一個非常簡單的心腳 他們處理起來就會非常的複雜 所以他們盡量就是有 就是會希望說最好 最好都是都沒事 然後如果你有事的話 他也是會先懷疑說 你是不是假的 所以其實你就會覺得 在裡面工作非常的痛苦 然後因為你會覺得 明明這麼不簡單的事情 為什麼都變得這麼的複雜 然後再來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我常常都會去跟 跟獸型男女說話 會跟我們聊天 然後比如說他就跟我說 他很多天都沒有辦法吞東西 所以他就非常的瘦 就二十 兩個月裡面就暴瘦了十幾公斤 那我就問他 我就說為什麼你都沒有辦法吞東西 然後後來他就說 他去看了明國跟門診 就做了欺騙之十道 這樣子 那後來我就問他 我就說 那你為什麼會被進來關這樣子 然後他就跟我講一件事 他就說 因為他其實就是一直都是 劫友跟流浪漢 所以有一天有一個人 就拿了一筆錢給他 就跟他講說 我們來製造一個假車禍 然後我把你的腳撞斷 那我們就可以炸你保險金 然後他說 這樣好像也沒有什麼不好 他就說喔好啊 結果他就真的製造一個假車禍 把他的腳撞斷 結果重點是那個人 也沒有給他保險金 然後他就被判了詐欺 或什麼之類的罪名 然後就被進來關 然後又被發現有事到來 這樣子 就是整個人就會覺得 哇這個人生這麼悲慘 這麼衰 然後就全部都 在他身上全部都一起發生 可是 我要講的這件事情 是說 我覺得我前面 突這個可能要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 你在裡面喔 關心一個 被關心一個人 這件事情 變成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 我覺得那個主管 絕對可以體認 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去問他說 欸你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你有什麼被抓進來關 這件事情 然後就覺得欸你很奇怪 你幹嘛管他 對你幹嘛管他 反正他們就是像那個什麼 像我們看那個電影 那部片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什麼 大巫翻譯什麼 超聲客的救贖 喔 刺激1995 就是那個刺激1995裡面 我覺得他演的就是這樣 就是每一個人 都覺得自己是無罪 被進來關 所以不管他講什麼話 沒有人會相信他們 所以你關心他們就會變得一件 就是你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然後久了之後 我就會覺得 有時候覺得想要問 就覺得好像有點不好意思 就覺得自己很奇怪 可是我其實很清楚 我覺得這不是我很奇怪 是他們很奇怪 可是我就覺得你在監獄那個體制裡面 連我 就是只是進去工作的人 我都適應了這麼的痛苦了 我就可以何其想像 就是我覺得被抓進去關到底有多痛苦 就是我覺得那種痛苦就是 你大概被關進去一兩天 你就大概真的是完全不行 我曾經遇過有一個阿伯很老 八十幾歲 不知道犯什麼案件 然後他就講什麼 你知道嗎 他就講說 沒差了 關一天而已 沒什麼什麼之類的 結果後來他關 第三天過了一個六日 就馬上叫他們家的人 拿了一兩千萬 然後又把他數出去 他說 今天是嚇到 對 其實你真的是拿再多錢 你都不想要喪失那個自由 然後在裡面這麼的痛苦這樣 所以其實我覺得今天的論壇有一個部分 其實是讓大家真的就是知道書裡面到底在幹嘛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這樣 其實我真的覺得 對 就是我真的覺得可以很能有同理那種感覺這樣子 好 謝謝 幫你再次等我找你來講一下 哈哈哈哈 我覺得還不錯 那我可以再介紹一下嗎 就是 我是台灣基層母語產業工會的一大部 這樣 對所以其實我一直都常常有這種公開 參加活動的機會 可是我今天自我介紹沒講到是 因為我覺得台中 應該要有一個這種的聚會這種空間 然後應該要有更多的活動 就是可以讓大家參加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很大 有有有有有 請關注哲學新結尾的職業 下次我們請你來談護理人員的工作權 我很可憐 我們全台灣的護理人員的幹部之後 我一個人在台中 我都很鼓勵這樣 好好好 我們有機會 好 好那我們再一位 好 等一下如果真結束之後 請前面的來賓做一點回應 好 好 好 然後他上司 他上司花了好幾百萬 然後也沒事 然後我父親長這麼發 然後我父親也沒事 就只是一個 叫做 這只是一個那個 進口那個 麵包素的案子 就這樣 我想請問這個問題 你要問 還是說 你是認為說 沒有施壓會的人在 沒有施壓會的人在 好 我們 不管能不能回答 我想說先嘗試做一點 最後的簡單的回應 好不好 三位先做最後的今天一些回應 我 我不算是 那個 不算是結論 我想結論留給文偉跟 那個 弓堅先生 那 我 因為我剛剛這件事情 讓我想到另外一件 讓我很生氣的事情 一定要跟大家講 就是 但是 大家知道蘇慶和 劉婷、阿庄、李宣 他們已經無罪了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那 大家知道他們有得到 孕育賠償嗎 那你們知道 他們用天數來算 他們應該得到孕育賠償 是多少錢 大概是一千五百多萬 那你們知道 後來得到多少孕育賠償嗎 哪個人 對 五百多 他們一個人只得到五百多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不是 因為法官說 你們只有高中畢業啊 你們的命不像那個 博士生啊 你們沒有值那麼多錢 所以你們一個人不只一千五百多萬 只值五百多萬 你們會覺得很生氣嗎 我覺得超生氣的 我 我 我現在覺得 就是 蘇慶和他們就是 默默的吞下了這底帳 這件事情讓我們很生氣 但是我覺得不久的將來 我們也熱烈的期待 那個阿強可以得到 平反跟自由 然後如果 我們要緊盯著政府跟司法單位 如果他們再用這種態度 對付阿強的話 我們不要讓他們第二次的話 我們一定要幫阿強 討到才應該有的功 這是我想講的 但是 你的問題太大了 我沒有辦法回答我 對 所以就是司法 這邊應該得到什麼樣的賠償 我覺得這可能是 可以開另外好幾個職業星期 好多 但這個問題沒有重要 好 我們可能大家都要好好想 一下 我先回答那位先生 我也沒有辦法回答 不過我知道有一群朋友 他們很熱血 他們在做這個事情 就是那個 那個 冰液品牌協會 就是跟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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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斯聯繁他們 附近三公司 然後他們 很熱心 然後 監獄裡面有不少朋友 就問我說怎麼跟他聯絡 然後我就說 那我會請他們自己寄表 然後給他們提 我覺得 那個什麼 訴訟非常殘忍 那是真的 因為台灣的那個訴訟品質 而且也很差 不過我覺得 就像刚刚那位朋友讲的 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法律是 对帮助懂法律的 所以我想基本的 那个什么法学的那种 涉略我相信是一定都一样 而且坦白说 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在如果说真的有什么状况 然后被警察叫去 你一定要有预示在场 因为台湾 我记得那个Face联盟的 那个西尼曾经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就是三个国家的警察 在外面 然后呢 那个树里面放一只小白兔进去 结果呢 美国的警察一进去 大概过了五分钟 就把小白兔抓出来 那苏联的有个意外 大概也是十分钟 结果台湾的警察 进去的时候不到两分钟 就有一次黑熊就冲出来 就说哈啦哈啦 我承认我是小白兔 你不要再打我了 所以这是台湾目前 那个 那个时候 常常会遇到这种 就是 那个 这样的状况 我想大家 先知道 那个 冤狱不是只有死刑而已 这件事 有很多在监狱里面的朋友 每一个都跟我讲说 他是冤枉 可是我真的听过有一些 非常 离谱的事情 比如说台湾现在没有所谓的 那个什么 那个连续犯 现在回到一罪一法 一罪一法你有听过就是有一个人拿了三瓶饮料 而且他也是出犯啊 他判了六个月 为什么 因为他进了一间便利商店 然后拿了三罐饮料 三罐饮料的牌子是不一样的 所以法官说他是个别犯意 所以他有愚异 所以 就是啦 活生生例子就在我眼前 对 所以我们想说 大家就好好的去认清 我们目前台湾的司法 还有怎么样需要改革 我相信这是 只要大家听着看 他不可能不改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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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orry Your father was wrongly accused for eight years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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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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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Wrongly accused Yea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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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orry for that I'm I'm you 希望你會得到很多錢 希望你會得到很多 但同時,我非常榮幸 你的父親被證明了 再回到世界上 世界上有很多人被誤罪 他們還在監獄 或已經被犯罪了 其實還有很多人 他們雖然也是被錯誤審判 錯誤的審判 但是他們並沒有真的 離開那個監獄 他們繼續被關折 甚至有很多人是被囚死的 然後,我可以再加上 關於被證明的家庭 你看,很多人 尤其是在亞洲 他們說 其實很多人說他們關懷受害者 就是被害者 被害者的家庭 但其實有多少人 是真的了解 或是說真的是屬於 這樣一個被害者的家庭 的一個成員 有多少人 曾經是受害者 被害者的家人 或是被害者 而非相接受害者 每個相當的家庭 都會很重 然後、別人 然後,那些人 他,兩周年 都會死亡 而且,但是 他後來的 他生氣 在這類似乎 病人 我都很抱歉 我看來 disadvantage is that she has grown-up maybe with the lack of love and that she has such a huge anger with her but eventually I hope that she will find peace within her yes, as I said before Victim's Family needs a lot of support but also, we change our feelings 在一段时间的一段时间 可能十年 但是我们改变 然后当人员员员 会变得更糟糕 因为我们能够至少有个目的目的 但现在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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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家都说 Congratulations The guy is executed Now you can go on with your life No Our scar never goes away So please Don't support this penalty As if you are murder victims family Because you are not 其实在对受被害者家属来讲 他们要去克服这样的愤怒或是仇恨 其实是非常难的 那些通常很多这样的家庭 他们必须经过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才有可能走出来 但是当譬如说像这样一个死刑犯 他就这样被处决的时候 对于死刑 对于这些家庭来讲 好像对他们来讲 是不是就真的因为这样一个死刑犯的消失 那他们就真的可以走出来的人 那对于Toshi来讲 他觉得那是不可怕的 那一样对他们的身上来讲 一样或是心理上来讲 那个伤害是一样存在的 那他是希望说 应该要有一个更寬容更包容的心 去面对死刑这样一件事情 那他很强烈的表达说 希望你们不要支持死刑这样一件事情 谢谢 谢谢 那因为时间差很关系 我可能在这边要必须要先暂停 今天的这个哲学飞行企业活动 那最后我想请大家再给我们今天三位的来宾 再给杨比斯 那我们今天活动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那我们这个礼拜五晚上七点 我们会回到原本的场地好办 那在民主路35号这边 那我们这礼拜五的话 要跟大家讨论是有关于神医民主的 ABC的基本操作 欢迎大家来 对神医民主有兴趣的人 也来听这场哲学清楚 谢谢大家